普京说了,说西方想把俄罗斯分成几十个小块 这是海外网报道的 5月19日,俄罗斯总统在民族关系委员会会议上说 俄罗斯的敌人在讨论有必要把俄罗斯分裂成几十个小部分 普京说,敌人正在尽一切努力分化居住在俄罗斯领土上的人民 这包括在各民族共同体内部发起挑衅 必宣扬俄罗斯去殖民化的必要性 普京说,几乎整个西方的经济、军事、政治、信息、武器库都瞄准了俄罗斯 对俄罗斯价值观的攻击不会停止 他说,敌人认为多民族是俄罗斯的弱点,并试图分裂它 俄罗斯必须被分割成几十个小实体 其目的很清楚 是为了随后推行自己的意志 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剥削 普京称俄罗斯的敌人是弱智的 因为他们奉行新殖民主义思维 我们的敌人有着新殖民主义思维的人 实际上是弱智的 他们不明白,正是多样性使我们强大 他们的分化企图是徒劳的 这个西方有没有分裂俄罗斯几十个小小小 分裂成几十个小国啊 这个不清楚 但是这个最大的推手是普京他自己 俄罗斯要被分裂成十几个小国 几十个小国 世界的文明向前大大的迈进一大步 做这个贡献的就是普京自己